第一輪第四聖位高雄一級直播鋼鐵人選擇的是來自世新大學丹尼爾 恭喜丹尼爾在第一輪第四聖位去民眾選 在這邊也邀請鋼鐵人的球員代表 好 一起來到我們的上面我們請龍哥來代表球團跟丹尼爾進行合唱 不要忘記了 好 請所有的美女朋友一起來捕捉 這是第一輪第四聖位 請問一下你今天好像在選手的名單上面有些移動可以幫我們看一下 是 因為原本公布給大家的是42名 但今天在體測前其實昨天有兩位寄信來退出 就是林彥廷跟唐偉傑兩位選手 他們都各自因為有自己的生涯規劃所以就退出了 那他們就是退出選手在聯盟這方面 會對於他們以後再加入聯盟會有什麼樣子 不會不會 因為這是照程序的退出 就是他們是很正常的在時間節點前寄信過來 然後告知說要退出選秀 所以未來加入聯盟不會有任何的問題 這兩名是選秀的大物嗎 以聯盟立場來看會不會對這件事情有什麼樣子的感慨 嗯 球員其實有自己的生涯規劃我們都會覺得蠻好的啦 尤其 呃 當有想要挑戰一些比較高層級的海外聯盟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給予祝福的 可以先幫我們談一下大概是 什麼時候接收到有單人帶來執行的這個職務 跟當下的可能性子有分享的嗎 呃 其實就是昨天 就是 呃 開完董事會之後收到這個這個資訊 對 那 有進去跟董事會跟大家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也有就是在董事會上面接收到這個訊息 大家想不出什麼 想法當然是誠惶誠恐啦 其實就是 呃 畢竟現在只是戰待 其實只是戰待 所以眼下對我來講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把體測跟選秀可以搞定 那 其他的都 再說 現在眼下就是把這兩件事情搞定 目前有 可能有說明到戰待大概有到什麼時候嗎 還是對於未來有什麼樣的走向呢 沒有 這些就是要交給董事會決議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其實我們現在就是把這件事處理好 選秀跟體測 嗯 那現在黑哥的部分是 就是還會再 黑哥現在就是 黑哥現在就是像我們公告一樣就是暫停 那未來的事情就是都是董事會要決議的 所以我這邊也沒有辦法多做回答 這樣 對 那黑哥其實一直都很心細整個聯盟 他 嗯 在你就是代理執行長的時間 他可能有提醒你 或是提點什麼事 嗯 嗯 黑哥現在其實 注意力都放在家裡啦 其實 對 其實大家也知道黑哥之前 家裡事情 就是 一些媽媽啊 妹妹的事情 比較多 所以他現在其實專注力都放在 呃 家裡 這樣 呃 我覺得 經過三年啦 就是其實聯盟啊 黑哥跟球團 就是 就是大家一起建立了 很不錯的制度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是能夠順利運作的 那這個其實真的很 有賴於就是所有 球團聯盟的工作人員一起努力 呃 黑哥在或不在 我們都能夠順利的運作下去 對